18年的鸽子19年春季 鸽子简直就飞风了 从200公里一直飞到500公里 15年飞的是伟大母亲出的共同四名 还是我金玉家族的一个姐姐出的是 秦途共同的五名 我就有钱十了 16年就飞的是伟大母亲直接出的 是伟大母亲的六名 16年还飞了个亚太的冠军 17年又是继会的双冠亚军 双冠亚军400公里20年 500公里14年 双冠冠军 亚军还不是冠军 还有比那飞的 那是鸽子也有趣 当时拍卖是鸽子不是可以上手吧 你拍卖那鸽子手感不好 不是鸽子手感不好 是当时他有弹 一有弹他那个后腰啥 屁股就张开了 你手感不好 说不好不好 鸽子赢了16万多了 还是经历赛亚军 我靠牛逼 我就18000万人拍回来 拍回来放到笼子就下了一只蛋 下了一只蛋 我把这个蛋抠出来 又送到剂回公团 他400公里飞的鸽子43 决赛飞的410 还赢家 鸽子这都是缘分 不出来送公团还得点 这您刚才说了 经历赛亚军鸽子又出共同的7名 带着大了还是 带着大了出的鸽子 他又他作用鸽子又又好 又飞了共同的400公里7名 18年 18年我就是那年其实飞的 秋千整体进将还不太好 可是在威琪可厉害 为了威琪的团棋冠军 剩了7只鸽子 进了5只鸽子 要进了4只 然后进5只 当时是只取500名 当前到了501个鸽子 只要钱我的一只鸽子 还飞了个502名 鸽现在都是上5只进5只 交了7只的费 进了4只团棋冠军 18年的鸽子 19年春季 鸽子简直就飞风了 从200公里 一直飞到500公里 决赛是团棋军 亚军 季军 四名 所有共同都得团棋 你交的共同 只要交了交 交的所有共同都得了团棋 国赛还飞到冠军 简直的鸽子 从200一直飞到500 每关都有得奖 简直飞风了 我的天 在盛强 是200公里 是飞的是 26 32 58 在金鸽安空棚市 300公里 6名 8名 52名 简直飞多了 那年 那年简直 简直 运气好像好了 还要 谢谢大家